1號, 請留給我 喂, 哥仔, 搞甚麼 我正在找玉敏在哪裡 甚麼玉敏在哪裡 甚麼, 今天25號 我在找玉敏成馬購物車在哪裡 不是一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有得交 如果一號那天有馬跑 又或者有球踢 那天才交, 可能有失落一閘 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月尾,這部電腦來 讓我自己先加好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我們也會相信飛數 以及相信雙方球員的實力 有差距 我們會選擇大阪櫻花的羊球煮成 這種羊球煮成事效 絕對沒有走起 羊球客星亦是其中一個 投注的心碎選擇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份 煮一盒客星和羊球客星都一樣可以 今天贏得格的重心推介 羊球客星參加和夫私寶 較為強一點的陣形 所以我們會選擇主隊 偶卡素、羊球主持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援 身體力行 隔空發工 玉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紅線 如果那件事沒有違反香港法律 我為何要憂慮 我們若因為他定條紅線 我就不說話的話 他的紅線是不在法律規定做出來的 他的紅線是他喜歡何時畫 何時畫 何時畫 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還在哪 我想香港人說沒有民主 他可能有些人也能承諾 但你說我們言論自由 沒有了這個問題才會更加大 剛才我說 我不明白為何在這個時候會有這樣的政治運動 我只可以作一個很大膽的推算 就是其實他想產生剛才正正的這種寒蟬效應 他的紅線畫出來 現在我就要用戴耀廷 來作為一個訊號給全香港人 我剛才也說了 我成為了一隻雞 就是殺雞警候那隻雞 就是說 當你是戴耀廷 你說這些說話 你就算不是直接說支持港獨 但只要你弄到少許是港獨的時候 我就將你定性為一個港獨分子 接著鋪天蓋地 文革式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文革式 即是又要我道歉 是不是要我遊街 接著就要大學辭退我 接著就還有什麼言論 學術還有什麼自由 一個普通市民 在境外發表一個言論 竟然要由特區政府來出一個聲明 譴責 然後接著還是港澳辦 中聯辦 即這些機構 即是罕見 或者我自己的記憶所及都沒見過 能夠成為他們譴責的對象 我都予有榮言 能夠被抬得這麼高 但我覺得我都只是那隻雞 剛才所說 其實真正在針對所有在香港其他人 如果你要繼續討論有關港獨的問題 你都會承受這樣的結果 所以大家就要收聲 甚至乎有可能是為了23條立法鋪路 因為23條立法始終我覺得都是中央政府的心裏被條斥 好 我們回到第二節 薄士在那邊 薄士剛才就說戴耀廷是他恩公 意思是 因為薄士說話有時正言若反 迂迴的 他不是好像我們這些職筆的 不同事 剛才我們說到有一個邏輯 就是因為戴耀廷說了這些話 給他有個藉口鋪天蓋地 進行文革式批鬥恐嚇香港人 然後為23條立法明羅開道 加速23條立法的時間很快就到了 我估計林鄭月娥 如果他要多做任的話 在這個任期裏面這五年 他一定是可以為23條立法的 因為23條立法 為何由03年到現在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 就是03年的時候 我在電台上不斷呼籲 大家要反23條 為了反23條 我們呼籲人們 在03年的7月要上街 我記得是4月份開始 更早之前就是2002年的時候 我和當時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 在大學的論壇交了幾次 就是就23條立法 大家就做辯論 最早找我的那個就是這個 律政司司長梁愛思 我記得在2002年年頭 政府準備要草擬這個法例草案的時候 因為我在電台有節目 也算是有一點影響力 當時這個律政司司長梁愛思 就找我要吃早餐 就談這件事 就說你可以放心 其實這個23條立法 就是必然要做的 但是這些國家安全法 全世界都有的 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沒有影響的 你們不用太過擔心 我當時跟他講一句話 我說在一個民主國家裏面 有所謂國家安全法 我都已經覺得很奇怪了 老實說 更何況是你根據一個極權國家 他們自己定下來的標準 什麼叫分裂國土 什麼叫勾結外國勢力 什麼叫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什麼叫煽動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將這些變成香港的 我們現在成普通法的 這個就是那個 所謂那種這樣的精神 你擺下來香港 這個根本就萬萬不能接受 就不能說叫放心不放心 於是就展開一場 反23條的鬥爭 用共產黨的術語來講 那個結果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23條立法 即是香港人就很害怕 接著那時候的民情 你可以動員起來 就是因為又加上 這個老董 他那個管治無能 又加上沙士 又死了那麼多人 你明白嗎 那時候風聲鶴淚 你在加拿大就過去了 沒事了 我們個個就真是危如累倫 於是我在電台 我和大班 一早一晚 就一直呼籲人上街去遊行 結果 2003年有50萬人上街 那50萬人上街 導致一個什麼效應呢 23條的時候 就要在立法會 即是國家安全法 就是二讀 那麼有些議員 很多議員 其中一個呢 就是我印象到最深的 就是河謹申 現在就是 整個人都很害怕 做議員做得久 做了二十幾年 當然是很滑 當年還有一些戰意 那麼他提出很多修正案 另外一個呢 就是吳靠儀 這兩個人提出最多修正案 就為這23條立法 即是國家安全法 就進行二讀 在立法會 那麼就好了 五十萬人上街遊行 然後就導致了 這個自由黨 不支持 這個23條立法 田北俊 田北俊 就辭去這個行政會議 成員那個 即是那個職位 他辭了 那就表態了 因為我 如果在行會裡面 我們一定要支持23條 現在我黨告訴他們 我不支持23條 其實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我是跟他們經過的 因為他們就來問我 有人來問我 就說 喂 這樣幾十萬人上街 整個形勢 我就很客觀分析了給他們聽 後來呢 他們就不支持23條 老洞一計都不夠票 就唯有撤回 就是這樣來的 一直到現在15年 為什麼不立法呢 就是經常強調一個時機問題 那這個時機 怎樣才會出現呢 我覺得現在就出現了 所以為什麼我反對 剛才有些人說的邏輯 就賴這個戴耀廷 喂 不是因為戴耀廷 早晚都要來 所以戴耀廷剛才那段片說 找他來殺雞儆猴 這個不是說到事實的全部 他一定是要為23條立法 製造民意 就是這樣了 就正如剛才博士那個說法 現在民意基本上 反對你分身家 反對你搞獨立 是大多數人 他找這個來打你 然後就是23條立法 你現在看到 無論是文匯大公 新華社 人民日報 環球時報 和香港那幫奴才 他們都是一個說辭 就要快快脆脆 為23條立法 所以那個時機現在出現了 為什麼過去十幾年 都不是一個好的時機呢 是吧 因為大家都怕 政府也怕 如果我有23條立法 整個社會的反彈可能會很大 現在就多謝你 哇 又有港獨 又有這些聲浪 去到就是 剛才博士說 分身家 大哥得了 是吧 有些禍國殃民 製造災難 他們越講越厲害了 是吧 所以在現在的情況下 就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這個時機 是他製造出來的 是共產黨製造出來的時機 是吧 所以有沒有你戴耀廷說這些 這個23條立法 在可見的將來 一兩年都可能會出現的 這個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做《癲狗日報》 電子版的原因就是 迎接你23條立法 迎戰 現在只不過戴耀廷 就加速了他的步伐 他遲早都要來的 所以就不需要賴戴耀廷 不但不應該賴戴耀廷 還有現在大家真的要抗爭 是吧 要跟他頂 不過這件事呢 我就真的是 即是很悲觀的 反對派基本上是分崩離職 各自各自 是吧 你現在發表聯署聲明 講來講 是否三口屁 發完聯署聲明 可以做甚麼 如果你可以動員遊行集會 好像當年50萬人上街 你以為可以嗎 現在可以嗎 沒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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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我們反23條的時機 所以 就不及他立23條的時機 那麼好 現在就是 最慘就是這樣 其實在我心中 有一個謎 就是 梁振英 其實是很想連任 為甚麼連任不到 以由南政出任呢 我只能夠靠估 我估計 和23條立法是有關的 就是說 梁振英 對於23條立法的積極性 是不及南政的 這個當然都只是推測 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我們要檢討的 就是說 民意為甚麼會有50萬人 上街 就一直走下坡 直至到現在 就進入低潮 那就是等於這樣 譬如梁振英 被人DQ的時候 有50萬人上街反對 當然是形勢不同 但是沒有 不止50萬人 500人都沒有 500人都沒有 分分割席 這些效果 就真的自己要吃分 所以這個 現在我們看到整個反對派 他不會有這種覺悟 就是不會有你剛才所說的那種覺悟 等於我們現在 譬如我是很討厭這幫泛民主派 甚至乎我是非常討厭這個大要定 OK 但是在這件事上 我們不能不去 站在所謂 反對政府 反對共產黨的立場 是嗎 你不可以因為這樣 他過去就是因為這樣 譬如我因人 因為那件事 因人肺炎 那整個運動 你就搞不起了 但是當年03年的時候 真是同籌敵蓋 所以才能 整個氣勢出來 加上現在 即是有很多人 譬如特別香港人 香港人是很現實的 很怕死的 告訴你 他覺得可以有機會反你 他就反你 沒有機會他就不會反你 不是 其實說得好笑一點 現在坐在這裏這兩人 是泛民之父來的 不是泛民之父 不是 你也是 我不是 根本泛民最早就是共同民 我們是創會會員 我們是創造共同民 我們一起去開會 一起去成立 我和你們兩個一起去開會 你記不記得 然後散會我們一起去喝咖啡 你記不記得 泛民之父 現在變成 泛民之父 就變成這樣 搞到 現在 泛民 但是怎樣的情況 在當時我們怎麼猜得到 即是生個兒子出來 怎知道這個兒子要變成這樣 現在其實我經常都 不記得香港有一個泛民的 哈哈哈哈 好像無聲無息 沒有什麼作為 你現在戴耀廷這件事 如果他泛民主派 都不可以做出一些 即是大家覺得 應該去支持他們 以及可以鼓動到那個民氣的東西 那你基本上就玩完了 接下來就喝湯 我覺得是 是啊 是不是 戴耀廷現在 戴耀廷被批鬥 文革式批鬥的這件事 當然在香港 就好些 又不用遊街 不用遊街示眾 在1966年至1976年 那十年 遊街示眾 戴高母 包括習近平的父親 習仲勳 在這個八中全會 中共的八中全會 毛澤東已經開了他的名字 小說反共那個 小說 用小說 一大發明 一大發明 小說 的反革命 你用小說 反革命 他的罪名真的很奇怪 然後審查 監護 下放 前後十年 到1978年 才出來 超過十年 這個就是習近平的父親 所以我最近寫了一篇文 就是 如果習仲勳 今天刑在生 你猜習近平會不會自他 他不得妄議中央之罪 他當年 做這個人大常委會的 就是 人大常委會的法制委員會的主任的時候 他提出 要訂一條 叫做 不同意 不同意見法 就是說 可以批評中央 和黨內的政策 這樣就不應該自他罪 只要他是為了個黨好 有建設性 這樣的 你到習近平 就做一條 不得妄議中央 如果他老爸還沒死 就一定被他自罪 照計就是 基本上 整個中國在倒退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香港人 其實 你跟他怎樣鬥呢 如果你指望 這班泛民主派 現在就算 我們見到他們 初步就發了聲明 接著就 又去中聯辦示威 接著他們還會做什麼呢 我們就只能夠拭目以待 不要這麼快就說了 但我要指出一種情況就是 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如果泛民主派 都不可以做一些事情出來 令到 現在共產黨 這種所謂大批鬥 稍為收斂一下 或者民情可以讓你影響到 覺得真的很危險 不只是戴耀廷的事 不只是香港的反對派的事 現在是整個香港生存絕續的問題 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 現在關乎香港的生存絕續 你要上升到這個層次 就不去幫他解釋 還有戴耀廷也沒有必要再在那裏 即是說那些事情 我重新我不是反共 反川就一定要說這些 我不是支持台東說這些 說來托嗎 現在是 我們 《瘋狗日報》 剛剛昨天 發了一篇 《瘋狗公園》 即是讀者來稿 竟然是幾千人看過這篇文 他有一個立論很簡單 他說現在 無論是泛民也好 香港眾志也好 你繼續說 我支持港獨 支持自決 要這樣反過來 就不是現在油泡琵琶 半傘面 牛底 解釋 打擊我言論自由 現在不是跟他說這些 但是我舉例而已 但是他未必會這樣做 實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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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不斷逐筆逐筆被人搶 其實我覺得這樣 泛民真是有他的民意基礎 如果你說沒有民意基礎 為什麼連年都會洩這些人 現在 含淚投票 即是等於我們知道 民協洪劍基以前 有一種很明顯的 他叫做又傾又債 問題就是這樣 現在凡是建制對反共的人 打壓得越厲害 泛民反而越有市場 為什麼 因為你們被人DQ 你們被人抓去坐金 什麼負都沒有 我唯有支持他們 泛民眾 泛民眾 跟他有談 有三萬元 都好過你 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他的打擊 越是狠 泛民 越有市場 越穩陣 越有市場 真是慘 所以我們現在 也都在策略上 一定要放下 就是說 你平時幾張法文都好 到這個生死關頭 你就不能夠再 一直不斷踩他 你唯有希望他 難來扶上 逼 能夠做多少事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暫時不要再去 你怎麼抵死 你怎麼抵死 而是在這一件 反23條這件事上面 看看有沒有辦法 盡量推他 只能夠這樣 即是 我又不會反對你這種說法 但是根據我們和這個 凡民主派的 那麼多年來接觸的經驗 這個也是一個主觀的願望 第一 他不會來主動找我們 就算我們現在 所謂伸出橄欖痴 甚至像戴耀廷這件事 我們的立場最鮮明 到今天為止 包括新舊媒體 沒有人的立場比我們更鮮明 只是兩三日間的事 是上個星期六到現在 我們只是在我們這個瘋狗 寶寶發的文 都已經不計其數 但是沒有用的 他又不會來找你 他又覺得你 如果被你捲進來 又會搞亂大局 你一天這種不改 即是不改變這種心態 不能合作 我告訴你 博士 但是我們不管 即使他是這樣 我們都會繼續做 這個所謂反23條 這個言論的工作 我們都會繼續做 我們現在沒有政治組織 沒有政黨 我們只是靠一個網台 或者有電子報 我們唯有聲勢力揭 口誅不伐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動員到人 對不對 但是你泛民主派 其實在整個反宣傳 是要做點事 因為你有組織 你有資源 至少你現在 應該要在你那些 可以影響的媒體裏面 就要發聲 最簡單就是這樣 你要爭取去香港電台 商台 就要說話 直接就不能夠再好似 以前那樣 油泡琵琶 半遮麵 我們是愛國的 我們支持這個 什麼什麼 你說這些 哪有得搞啊 大哥 現在其次鮮明 就是反共 大哥 是吧 你最低人對 學低謠庭 反專制 那你都叫 結束一董專政 都叫了那麼久 那天 你在電視上被人看著 你叫都不敢叫啊 大哥 你推我讓啊 你說多糟糕啊 其實其來有事 因為你 他全部都試過了 喂 你選 我就DQ你的資格 選到 我就DQ你的位置 是不是 你的人又沒有反應 是不是 他就一步步來 很明顯就是這樣 是不是 你退無可退的時候 那怎麼辦 退無可退 一會就貴 一會就跟他死過 語語皆亡 這樣 但是有些人呢 就好像剛才博士說的 大多數人呢 都不會支持這樣做的 所以呢 你就 不會得到這個 民眾的支持 那他們覺得 我都沒有民意基礎 去做這件事 那我就不做了 我就行禮而言 發過聯署聲明 聲援一下大教授 是吧 然後就反擊那些 建制派 我們現在不是要搞港獨 我們都反對港獨 這個是言論自由 說的話都是假設性的 那你不可以這樣 扣個帽子 你再跟他說這些道理 其實是浪費 有什麼意思呢 他現在機器開動了 然後你看報紙又有聯署廣告 什麼都出來的 然後有些混蛋就陸續 會走出來說話 現在譚耀宗是人大常委 他當然是第一個 拍出來說 連那些老不死那些 全部排隊的 林愛思 什麼譚慧珠 范徐麗泰 然後有些大學校長 現在分分鐘下一步 就動員大學校長 做一個聯署聲明 反港獨 譴責戴耀廷 下一步就逼港大 就解僱他 不用解僱他 他合約到期 不同的續約就死了 現在全部用合約制 是不是 你不是監視 李國章就說 戴耀廷 如果犯訴法 就可以入他罪 或者革職之類 可以處分他 李國章這樣說 其實 我就覺得戴耀廷 似乎 他的官司 是很不樂觀 當然不樂觀 不樂觀 因為他還有一宗官司在身 當我的官司定了罪 他的教職就沒有了 水到渠成 所以現在大教授 頭上是有光環的 你可以做烈士的了 既然有機會做烈士 就不要再游泡被 爬半傘面 大膽少少 反正也是 你都搞得佔中 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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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人得人 不要再在這裏 還要解釋 求他的諒解 不要做這些事 做這些事是沒有意思的 你只是視人以弱 被人覺得你是很欺負的 但現在不是欺負你的問題 你要搞全香港人 所以我今天有一句 就是叫做 一國兩制提早收皮 你讓他成功的話 還有什麼一國兩制 提早收皮 雖然我們一向都不相信 一國兩制 你和我都 但就可以提早收皮 所以你一定 其實泛民主派 現在要想的是什麼 就不是我們在這裏 你要想怎樣去 動員群眾 你用什麼的訴求 來動員群眾 去支持你 接下來要來搞的 反專制運動 反23條運動也好 你一定要定一個名目 定一個題目 而是大部分香港人 都覺得是對的 是嗎 是的 這個不是戴耀廷 是一個人的問題 是嗎 是香港的生存絕逐的問題 是嗎 現在已經對好一個危急存亡之秋 不是開玩笑 你看看他鋪天蓋地 這樣殺到來 現在就跟你開玩笑 現在就是民鬥而已 下一步就可以暴力 當你23條立法之後 有一個國家安全法 這個國家機器 可以通過這個國家安全法 就行使暴力了 其實他是政權安全法 政權安全法 政權安全法 是嗎 你不可以挑戰他 是嗎 定了一條法律 他就可以根據這個法律 賦予他的權力 去行使這個暴力 行使這個合法的暴力 是嗎 那時候就不是民鬥 那時候就是武鬥 就是你2016年年初一至年初二 在旺角發生的這個警民衝突事件 可以上升到變成一個暴動 然後捉一班年輕人 幾十人告暴動罪 煽動暴動罪 然後那個量刑呢 起碼都幾年的 是吧 他可以不告暴動 叫破壞社會結罪 集警 非法集結都可以 告你暴動罪 法庭就無法選擇 因為門檻很低 只要控方舉證 法庭接受 這樣就定罪了 他現在就用這個 是吧 來將你這班年輕人送入監獄 然後對其後面這班年輕人 就造成一個阻嚇的作用 在社會上一點反應都沒有 社會沒有反應 那裡慘 到今時一 今天都是我們在聲棲 揭說有這班人 這班人呢 其實就 喂 他是為公義為成的 你不應該告過暴動罪 這是政治迫害 這班人就變成政治犯 是吧 但沒有人會聽你講 是吧 包括泛民 包括泛民主辦 他都不認為他這班是甚麼 反而那班三加十三 那些就是義士來的 你這樣去分裝限 是很嚴重的 所以很多時候 中國人搞政治 要爭取民主 或追求民主 通常都是不會成功的 就是民族性 對於陶傑說的 所謂中國人基因 小龍基因 我經常覺得他 你經常去 戰視中國人 但你現在看看 其實 就是這樣 他又 沒有甚麼道理 事實上 不是沒有道理 事實上是這樣 低等民族 現在變成了 一個劣質低等的民族 甚麼時候看到呢 就是共產黨的權力 越來越大的時候 然後你們那幫人 坐穩奴隸 突然很快樂 所以當年魯宋說的 全部都中了 是不是 坐穩奴隸 很高興 很高興 大哥 多難得可以做奴隸 做得舒舒服服 是不是 你不去追求 那個國家的長治久安 建立一個制度長治久安 你去期待一個人不死 因為以前是毛澤東 另外這個就是習近平 是不是 你期待一個人的可大可久 因為 你給他可以終身制 就是因為政策得到延續 因為他英明 這個就是很大禍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收聽 《毓文踢爆》之 《說文解字》 今集的主題是批鬥 法律學者戴耀廷 近年熱衝於政治 他既是佔中的倡議人 兼發起人 亦是涉嫌選舉舞弊的 雷動計劃的主持人 一時聲名大躁 於是自得意滿 嚴言以香港各司自居 要與成幫建國的陳雲根 相提並論分庭狂禮 上星期他在台北出席 一個由台獨組織主辦的論壇 忽生奇想 講了以下一段說話 中國現在的專制政權 有一天會結束 中國必定會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 到了那一天 香港人就能夠實現民主普選 並且可以實現人民自決 到了那個時候 香港人就可以考慮 是否成立獨立國家 或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族群 組成聯邦或邦聯 戴耀廷在台北出席 台獨組織主辦的論壇 就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就發表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政治語言 但是就被中共和它在香港的奴才 扣上鼓吹港獨的母子 開動宣傳機器 組織動員那些親共的團體 普天蓋地地批鬥 時光倒流 香港彷彿進入了中國的文革時代 批鬥就是1949年 中共建政之後 最常見的政治語言和政治運動 批鬥的意思是類似批判或批評 但是明顯帶有嚴重的暴力和破壞行動 批鬥通常都是以群眾運動的形式進行 例如批判大會 遊街、舞鬥、抄家、破壞文物等等 在1966年至1976年期間的文化大革命 這十年間 所有被認為有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人或事 都會被公開 然後進行批判 當中是包括文字的批判 公開侮辱 或破壞機構建築物或物件 傷害肢體等等 甚至殺人都是很普遍的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被批鬥的對象的定義不太清晰 並且可以十分隨意 被批鬥的人 包括有中共的黨員、政府幹部 知識分子、地主、商人、道士、修女、教士 甚至老人家和小蚊子都有 由於有權力鬥爭的性質 不少當權派也曾經被公開批鬥 包括劉少奇、彭德懷這些人 批鬥為何一定要用暴力 批鬥為何一定要殺人 因為毛主席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是做文章 不是繪畫瘦花 不能哪樣雅智 哪樣松茸不迫文質奔奔 哪樣溫良公劍讓 革命是暴動 是一個階級 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香港現在進行的政治批鬥 暫時仍然是語言暴力 但當《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 就會變成國家的專政機器 可以高舉保衛國家領土完整的真理大旗 合法地使用暴力 多謝各位收看、收聽本節目 下集再見